好這一次海葵颱風其實它從前段呢 路徑就可以說是一直不斷的修改 而且非常的難以預測 甚至被說是所謂的怪台 甚至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在今天早上中心出海之後呢 還是在高雄台南沿海這一段不斷的打轉 那麼接下來我們也邀請到專家 台灣整合防災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的總監 賈欣欣來幫我們說明 總監你好 總監想要請教 這個海葵颱風 它在今天早上是不是有出現 所謂的二次或者是三次的登陸呢 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 有聽到嗎 有 這次海葵颱風 它的這個路徑 其實因為它進來的時候 大概是中度的颱風 那麼颱風跟地形的交互作用之下 會很容易在我們的這個 它就容易造成這個路徑的一個轉折 那我想這是第一個 那當然 仔細看一下它的這個 路徑第一次是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在台東東河登陸 那第二次其實它剛好是插邊插到 從雷達的這個定位資料來看的話 第二次大概是插到這個 台南的真文西口那一帶 所以 為什麼它這一次 他剛好第二次的這個 有插到我們這個台南 呃 真文西口一帶 我覺得其實剛好應該是算有點碰巧 真的是碰巧 它走這樣的一個路徑 讓它剛好切過我們的這個真文西口 算第二次的一個登陸 好 那所以我想 當然以這樣的路徑來講的話 過去的天平颱風 其實也曾經二進二出這個恆春半島 所以 呃 就 路徑的這個特殊性來講的話 這個兩進兩出當然就算是比較 比較特別的 颱風的 的走勢啦 那這一次為什麼會這麼樣 剛剛好其實消邊過 我個人是覺得就有點算是一點 算是有點機會的問題 機率的問題 對 總監想要請教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就像您剛剛有說這個 也有天秤颱風是二進二出 但是這一次這個海葵颱風 它的路徑真的很難預測 其實也有專家認為說 好像比較少有這樣子的颱風 路徑這麼的詭譎 像是它在短短48小時 路徑預測就修正了 大約是500公里以上 想要請教呢 海葵颱風是不是特別的難以預測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我可能要釐清一下 因為我不曉得 那個論述是根據什麼樣的論述 說是把48小時超過500公里 我想海葵颱風 我們再回過頭去看 它特別是在 在8月29 30到31號 這幾天的路徑 確實是出現了比較大的轉折 原先是要預報在這個 宮古跟納坝 這中間通過 但是30號 它就往西邊 往這個宮古島 31號更往西邊 大概這個宮古到石原島之間 我想這個 以這樣的一個距離來看的話 應該也沒有超過500公里 所以我不確定大家在講這個 2天48小時的誤差500公里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們如果從 實際再去看海葵颱風各國官方 但是那個已經是幾天 7天 7天前 8月31號 可能是5天前 所以就科學上來講的話 颱風 预報 入境的24小時誤差 我這邊就是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24小時誤差有多大呢 70到80公里 24小時 就今天我跟 就是說我們科學上的預報 今天跟大家講說 明天颱風會在哪裡登陸 大概就是70到80公里 這個大概是全世界的極致 兩天兩天的誤差 大概就會超過100到150公里 更不要講說三天 三天可能就200多公里以上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一個趨勢來看的話 除了在8月29、30、31 我覺得他的這個修正確實是還蠻大 但是到31號之後到9月1號、2號 原先從西北台修到通過宜蘭 修到花蓮 修到花冬 再來確定大概就是在這個台東一帶登陸 其實我們在昨天之前就9月2號 9月2號的路徑 其實大概就差不多 預測是在花冬交界附近 所以如果以這樣子一個實際的狀況來看 24小時的這個誤差 其實都還在可容忍的範圍 所以問題在於我覺得我們都希望能夠在超過3天前 4天前、5天前知道他到底會去哪裡 可是科學上的限制就告訴我們 他的誤差就真的會超過200公里、300公里 乃至於更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第二個要說明 第三個最後就是說 其實我們回顧今年幾個對台灣可能有影響的颱風 從這個杜蘇瑞、卡努、蘇拉到海龜 這4個颱風 我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其實這4個颱風在48小時前的預報 其實誤差還有它的變動度其實也不小 所以後來我其實我在臉書有稍微分析了一下海龜颱風 在28、29、30那幾天的一個預報 為什麼出現那麼大的差異 其實它是有一些原因在 那那這邊我想我就不多做說明 這個大概就是針對剛才的一些問題 跟看法 我的說法 所以以後未來所有的颱風 只要大家希望在3天前、5天前 這個氣象從業人員就跟大家講說 他可能會在哪裡登陸 我覺得這個對以後所有的颱風預報路徑 可能大家失望的機會會比較高 因為現在科學的限制 24小時就在70到80公里左右 我想這個是我提出來一點我自己個人的一些看法 是沒錯 謝謝總監 因為其實看得出來說天氣還是有很大 大氣環境還是有很多的變化 其實科學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那我們知道說這一次這個海魁颱風 從台東登陸在東半部地區 這個可以說是首當其衝 但是像南部 他們就發現說 曾文水庫的集水區 兩天來只有累積20毫米 所以想要請教總監 這一次海魁颱風所謂的比較降雨的 這個劇烈降雨的地方大概落在哪邊呢 好 這邊也很快跟大家講說 颱風的降雨 陸境決定了他的降雨 最重要的一個形態 那麼海魁颱風 他走的這個路徑通過台東 所以很可以確定的 就是颱風接近前跟出海之後 他所有的環流雲系 都會對東半部 移花東帶來非常明顯的降雨 這個我想我們從雨量就看到 那麼第二個呢 那麼因為海魁颱風 他登陸之後強度減弱 強度減弱 他的環流部分 其實也受到明顯的破壞 所以他主要的在中南 就是比較偏這個 南部的這個降雨的位置呢 其實是比較偏在 大概是在這個台南高雄屏東 特別是在高雄屏東 那台南這邊的降雨 其實反而比較少 也就是因為海魁颱風 它走這樣的路徑 受到地形的破壞 它的這個環流的結構 讓這個雨帶 颱風雨帶 就是剛好都下在這個高雄 屏東這一帶 那台南這個地方 降雨相對就沒有那麼明顯 總監今天在線上 幫我們進行非常詳細的說明 謝謝總監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讓我們要來參加直播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